安总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你完全没有按照我们之前 主义的流程走啊 按照流程 你应该等所有的公司 所有的投标人阐述完之后 你比对完 才能确定 到底是哪家公司中标啊 不 你 你怎么一上来就 就把洋金公司给淘汰了 今天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文家 他带来的样品墙 就在那儿放着 说得好听点 它叫双层通风物墙 我说得通俗点呢 双层铝合金玻璃 这是世博会的项目 这么大的竞标 底下做的全都是 一级资质的公司和专家 我要不及时终止的话 大家怎么看我的公司 又怎么看它呢 洋企公司的资质 不够承包这一次世博会的项目 包括外墙也是一样的 外墙想要承包 至少要有三级以上的资质才可以 每年至少要有五百万以上的 工程结算款 一千平米的厂房 还有各类的工具 企业经理 要有三年以上的管理经验 这些 它都有吗 石安总 这个 它没有这些条件 没有这些资质 这您事前都是知道的呀 那 如果这些都不合规 那您为什么要 您为什么要同意合作吗 你这不是 我之所以让他进来这个项目 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温家 我还是那个问题 你真的要用青春 去赌一个男人成功的未来吗 哎 对 来 好好庆州一下吧 怎么了 招标失望了 许总裕 对啊 本房东正式通知你 明天用你那防火涂料 把我这老洋房 彻底粉刷一遍 你别这么斜着眼睛看我 这算你上个月房租了 还有 年纪轻轻的 没什么下不开的